这个方式之外 我们接着就要教大家怎么样按摩还可以抗皱 对 我们班不是说 就是女孩子过了35岁 牙明筋就开始衰弱了 这时候你就要多按摩自己牙明筋 那首先是竹山林 它是竹牙明胃筋的一个穴道 很简单 就是找到自己的膝盖 膝盖呢 膝盖在这边对不对 膝盖骨下四个手指头的距离 四个手指头 对 然后摸到这个中间最大的骨头 往外开一个手指头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对了 所以多按摩自己的竹山林 它有一个什么效果呢 它经过我们的脸部 所以它可以达到一个紧致 一个拉体的一个效果 那多按 那另外就是银箱穴 银箱穴更好找 它是手牙明筋的一个穴道 每个人身上都有 在你的鼻子旁边 找到你自己的法令纹了 有没有看到法令纹了 就是我们鼻子下跟法令纹 对着这个点就是了 那银箱穴本身呢 我通常在针灸上面 我都是用来做什么 做一个这个去皱 看皱 而且它对于什么 对于痘疤 还有毛细孔粗大很有效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 平常多按摩自己的银箱穴 那另外鼻塞的人 可以怎么按呢 正常人也可以这样子压 鼻塞是这样子推 对 对 从银箱穴这样子晚上推 它就达到一个痛 所以这个用压的 对 这样很酸耶 对 其实这个穴道是蛮酸的 那另外银箱穴 它是手牙明大长径的一个穴道 它本身也是达到一个 美白的效果 很好找就是每个人的手走 但是请你银箱拱手取 一定要拱手 这样子取就不准了 一定要这样子 这样子取 那从找到你右手的大拇指 从外侧看到这个横纹呢 对不对 对 横纹端 末端 刚好它是在一样 就是取走一个骨头的交界措 因为末道 它下去也是会 微微有酸酸的感觉 那同时这个穴道 它除了美白 保湿 它可以来到一个 质氧的效果 质氧 而且像皮肤氧 对 它其实就可以 多按这个穴道 所以其实很简单 三个穴道 对 三个穴道 足三里 银箱穴 还有驱蟶穴 大家平常可以多按 可以让大家这个烟欢老化